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员温真蓉 我是贵州籍演员 推荐我们贵州有美食啊 比如说丝娃娃是外面没有的 丝娃娃就是用一张很薄很薄的面皮 包着各种的蔬菜 各种想吃的东西 然后把它卷成一个 为什么叫丝娃娃呢 就是把它包裹的那个样子 很像一个长宝中的婴儿 很利于减肥的 漂亮的女士们都是素菜 还有我们的刺梨啊 可能大家没有见过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果肉 然后它长在很多 基本上是长在经济里面 它的身上也带有满身的刺 但是经常大家会把它作为 泡酒喝就会变成刺梨酒 然后也可以就是这么生吃 然后把它做成果干果谱 现在可能超市也能买得到 这有什么贵州的一个独有的特产 还有就是我们的空气 我们的山清水秀 还有就是我们的贵州姑娘 都很美都很热情 希望大家来贵州旅游 请不吝点赞 订阱 期待